因為她叫女朋友脫了一條底底出來 但她裡面就塞了一個震彈 塞了一個震彈在公開場合 娛樂半世紀 經典又貼地 是的 李靚蕾也有人跟我說這個靚字擺在人名上 應該是讀李靚蕾的 不過既然香港大部分人都讀李靚蕾 免得有人留言說我錯了 我去波逐流了 沒辦法 李靚蕾24小時被黃力雲和她的朋友監控 她一則聲明之中 除了再次指出 王力雲曾經在韓國召集 韓國網絲襪的物 並且澄清自己從來沒有叫王力雲不要看小孩子 事實上我不只隨時歡迎她 鼓勵她去看小孩子 我還同意讓她安裝一個可以遠端操控的 隨時隨地由她一個人 即是可以自動開啟的視訊機械人在家裡 她說這樣 曾經和王力雲溝通過 希望她說這樣的 希望你只是一個人看 再透過這個機械人自己視訊進入遊走在家中 否則我就會覺得自己是真人show的女主角 這些不是兩夫妻的flirting 即是打情麻草 將自己說到 好像別人看AV那樣 遙控的女生可能在家裡穿著一件圍裙 但裡面是真控的 即是有這樣的情節 你明白嗎 她說隨時在家裡 任何狀態 衣著都有可能 你和同事朋友會突然進入 一起免費直播 觀看我在私密空間的生活 這些是flirt 所以告訴她 她自己是有責任的 這些她好像 你聽到 read between the lines 言下之意 好像叫她不要做 其實有一點讓她有想像空間 那男人會想一下 有時有些人 尤其是女生 叫你不要做 其實她越想你做 那男人當然沒那麼蠢 但她可能給她一個畫面 幻想空間 那男人覺得 跟一群兒子一起看著她妻子 非常變態 但大有人在 好了 她更加表示 這是已經對她 造成了嚴重的精神上的壓力 你和你老公說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有精神壓力 還是你在那裡flirt 我看到她好像在那裡flirt 好了 希望王力雲可以停止 停止叫她不要和朋友和同事一起看她在家裡有做什麼 因為是私隱 接著她說 不過王力雲說 盡量 沒有辦法保證 盡量 即是說她控制不了這個男人 已經很久很久世紀了 沒有妥協 現在講的就是 如果你是給CCTV 她隨時遙控可以回來看的 因為譬如說 如果一些人做生意 做生意可能你出了埠 你可以anytime 打開網頁 或者打開手機 你可以看一下 你的店鋪的收銀 或者店鋪的狀況 是有這些東西的 已經很久了 很普遍的 說偷窺 這個好像偷窺 給她老公看看她家裡和小朋友 你不知道的 可能給她老公看看你現在是不是一個人 她可能在遠方在美國開演唱會 說不定她 她很偷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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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知道原來後面一群人的同事 你不知道的 因為言語間我看到有一種挑逗性 如果我們想起這個題目 加一些生活百科 一個電影關於偷窺 再說一些心理學 生活百科的心理學關於偷窺的東西 在1993年 原來Sharon Stone 有一部電影叫做Silver 這部電影在Basic Instinct之後 Basic Instinct不是Cleanclothes和Michael Douglas 應該是Sharon Stone說她是一個作者謀殺 我忘了那個名字 Sharon Stone曾經有這部電影 就是講偷窺 她說在電影裡 Sharon Stone以第六感去追緝 令到她走紅之後 接了之後 她有一部電影 接拍了偷窺情慾的經歷電影 是改編自小說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Silver這部電影 她描述Sharon Stone演出一個 一名剛剛離婚的編輯 搬進去一個很漂亮的高級公寓 公寓 她住的公寓 之前有一個屋主被謀殺 有人被謀殺 但她自己搬進去 然後她本身 她經常有被偷窺的感覺 好像不知為何 經常在房子坐在那裡 好像被人監視著 好像李靚雷一樣 她雖然說給CTV她老公看 但她又覺得她老公是否被她同事和朋友一起灌汗 然後我告訴你 你不可以說 我不說她的個案 你不可以說有些人是完全反感 有些人可能喜歡被人偷窺 OK這樣說 她說這個Sharon Stone 某個客人送給她一個望遠鏡的禮物 然後她開始偷窺起來 偷窺是人的天性 每個人可能在大家私底下 在這個電影之中 利曼著一種情慾跟懸疑的感覺 在這個過程之中 很多男性 就是對這個Sharon Stone有好感 好像一個英俊作家 電腦方程式寫program的人 當她知道誰偷窺她之後 她亦嘗試偷窺對方 當她知道別人在偷窺她私密的時候 她用什麼心態去看待 即是如果你說回 李靚雷明知道她老公有機會 跟她的同事和朋友偷窺她 究竟她當時是什麼心態 一開始她很害怕 後來她會覺得 說回Sharon Stone 她會覺得很有趣 甚至後來她會覺得這種事 是多麼 好像有些古怪 心理上有幾分的古怪 這套電影的當時 非常大膽 那為什麼 這就是講過劇情 當然電影當然是 做過資料搜集 覺得有那個市場 很多人喜歡偷窺 所以 我再去找一些心理學家 如何解釋 人家有一種偷窺的心理 人人都有好奇心 心理專家就是這樣說 偷窺的心理是源自人類天生的好奇心 人人都具有一種欲望 人總是想了解一下 人家的一切 或者一些資料想了解 可以通過各種媒介獲取 從而有時不能夠用正圖獲得這些資訊 大多會採取偷窺這種途徑 喜歡窺探別人的私隱 大多數是為了向別人圓耀自己 知道得比別人更多 而獲得自己心理上的滿足 以顯示自己的能耐 究竟你有沒有偷窺過別人 又或者你被人偷窺 為何會有些人對偷窺這麼執迷不悔 以下就是講深層偷窺的心理原因 偷窺分為兩種 一種就是個人的偷窺行為 另一種就是集體的偷窺行為 首先我講個人的偷窺行為 例如性心理變態 個人的偷窺行為 可能是因為性心理的變態 為了性變態之中的規體 即規體癖 有這種癖好去規探別人 讓她這種人媳體 她這種表現幅複視異性的 feder mientras塑區 或者其他人的性活動 曾經有一則新 Debbie 這麼多沉說 例如我們在西環 有人在牛圓走走 我不記得牠在本地 在西環 然後還有一男一女 有角色城市Fight 只可以向我暗生 在賣燈 但他们在窗口前面,你一看不到,你只怕拍摄 然后围观很多人,简直那些人就放了上网,成为了新闻 有时我会告诉你,究竟这些是不意义,还是有些人有这种欲望,想被人偷窥他 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跟他男朋友做,他喜欢开窗,让人有一种危险感 哈哈哈哈,有一种危险感,所以你不要说很变态,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不要问自己,我的网友应该是很正常的 但我会认识一些人,很多不同的,有些踩界的想法 想法而已,他自己做一下,突然开窗,好像外面的人看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犯法,所以我不鼓励这件事,我没有鼓励你们这样做 我知道有人这样做,哈哈哈哈,一定不是我大哥 好了,继续说,然后他说,偷窥的手段是曾经经过几段演变的 在较早的时候,可能会用一些镜子在公众厕所偷窥别人 也有在门那里偷窥别人的身体,又或者在浴室 假扮了去那个厕所的性别的,比如你是男孩 你假扮一个女孩进去厕所,这些是犯法的,千万不要做 他说,待会你被人拘捕了,然后你说不是我听Smart Travel 我鼓励你,当然不是我叫你这样做大哥,对不对 我说这些是犯法,你不要做 然后他说,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偷窥的手段也随之提高 比如那些人可以用这个针窿的摄录机 或者那些摄录机,我那时候去来湖城 那些偷窥那些可以变成一粒楼,或者酒店那里那些开关制 那些灯制,什么是挂衫那些 他说,怎样防止那个房子里面知道 如果你关掉了灯,你会看到无端端有一阵红灯 最惨的是,你如果住酒店那些洒水系统,它是有一阵红灯的 所以以前是比公司提供四星级或以上的酒店 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自己是不喜欢住民宿 或者那些不是酒店那类的那些 那我一般的 因为酒店,你起码进去全部都是standardized 那他说,除了用针筒摄录机,摄像性的手机 就是video那些拿着的那些 又或者这个偷视眼镜 等等来到偷窥的异性 那这种人的存在令人紧张,是没有安全感的 那这种性心理变态多在男性之中 往往在童年或青春期的时候有一定的触发事件 那找到这个触发事件有助治疗这种心理疾病 ok 咦,ok 当然 如果偷窥别人,不一定是性心理变态 但会影响这种行为的因素 包括了他的性格,年纪,青春期的冲动 那偷窥者大多数是因为自卑,压抑 有些人甚至是人家眼中 是,哇 原来他说,原来有些偷窥人 因为自卑,压抑 部分这些人被人捉到 在人家眼中,他们是很好先生 或者是很斯文的人 你是一点都看不出的 那接着人制关系 交往就不是那么好的 就是可能收买自己 或者是太过毒L 电车蓝 他说,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 满足个人的欲望 这就是个人做的偷窥行为 那些人的特点 另外还有集体的偷窥 他源于压抑 集体的偷窥行为是指 将个人的偷窥 或者部分人的偷窥公开化 大众化,大众化的 热烈地去追逐一些 可以激起 或者满足别人的欲望的东西 集体偷窥行为是一种社会的现象 不一定意味着心理上的变态 因为心理学上说得很清楚 他说,就是看一些 比较 比较 色的那些 影像的制作品 并且获得性的满足 是不属于性变态的诊断的 那些人不禁地问 他说,那些什么原因 会令到有些人热冲去偷窥 撇开狗仔队 可能是追逐经济利益的理由之外 可能有以下的原因 他说,人类潜意识之中 普遍是存在对异性的偷窥 窥视心 尤其是大众人物 更加成为人家的偷窥焦点 和性有关的偷窥欲是最强的 可能你最想知道哪个明星被人拍到的走光 他说,在东方社会 形成了强大的心理惯性的作用之下 即使到今时今日 很多人谈起偷窥 都是谈性色变的 譬如你在一个普通人家开会的场合 没可能你无端端说这些 wild的东西 人家会怎样看你 觉得你很不正经 或者对你的道德有审判 在亚洲社会会是这样的 而人家性的偷窥欲 就是在宽松的环境之下迅速膨胀了 以前电脑没那么发达的时候 可能有些做神职 我不应该这么说 或者做一些很严肃的 譬如教书 教书 如果无端端自己走去波兰街很害怕 但如果在互联网上面 即使他可能对学生有幻想的 但他又不够胆 然后可能他自己回到家的时候 开着电脑 看了 在网上很多这些东西看 会做出这些潜意识 平时压抑,带个斯文回到家 然后找到这个出路之后 就会变本加厉 虚视禁欲越多的话 偷窥欲望就更加强 其实人家是越禁忌的 譬如你各行 好像我现在经常说的话 我看不看 但是看了有什么 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说那些人 他是不能说的 譬如他翻写字来 教书了斯文工 他平时怎么能跟家长说 我昨天看那四个子 都不可以 就算你跟其他女同事 都不在乱讲 别人会说你性骚扰 但是越是这么抑压 其实他越是想做 这个就是我经常说的那句说话 push your hot button 你越是禁忌的话 所以如果在管理学方面 或者管兽仔 或者教他们性教育 你知道荷兰有多性开放 荷兰的话 他是怎样教育小朋友 性教育 一早就认识这一件事 当你解释得清楚的话 他会觉得 只有一个普通的 process 但是可能不是 就是在某一个税数 你未可以决定到 对方是否安全的情况之下 你当然 不是那么随便去做这一件事 所以在西方社会 和亚洲的性教育 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可以肯定一件事 就是有些事情 你是越禁止他不做 他是越想做的 好了 人对于偷窥欲的膨胀 和有一些人 是会愿意被人偷窥有关的 这一件事就说了 比如说以前小时候去泡 有些人就特别喜欢坐外面 就是坐在一条街 这些难贵坊 坐在酒吧外面 为什么呢 有一种心态叫做 to see and to be seen 这些句话 就是在一些泡 就是泡的地方 经常你都会听到这句话 you want to see and to be seen 就是你想去看别人 又想被人看 尤其是有一些 可能是一晚站一晚 有机会是这样的 不是说到甘如江 而是说他打扮得漂亮 他都不想坐在厕所旁边的位置 是不是 所以有这些人的心态 尤其是你 有时候我走路花旗 经过南桂坊 我看到某些酒吧 走到外面 看到一些人 不停坐在露台上 不停看 这就叫做to see and to be seen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做 哈哈哈哈 所以我告诉你 虽然我泡的日子很少 不喜欢去这些地方 不说真的 这个世界很多事情 不是说你做得多 你在其中的时候 你的观察能力 自己观察有多少 哈哈哈哈 还有我的朋友 我身边的朋友 我不泡 我身边的朋友很多都还泡 所以我自己就会周围 艾曼楼说 基巴比较少 少to see and to be seen 可能要隐蔽些 是不是 他说 偷窥 这种现象 他说 借用这个心理学 心理学家 是有一句说话 他说 只要人格是未成熟的时候 人还会热冲于偷窥别人的私隐 只要还有欲望被深深压抑的人 他们就会有一种挖空心思 揭露别人的私隐 借着别人的私隐去宣洩自身的欲望 只要人性还是存在住这个缺陷的话 规探私隐的喜好永远都不会结束 他说 他说了防偷拍的注意事项 如果你怕被人偷窥或者偷拍 以下有几点 第一 留意陌生人手持着手机走近你那里 很简单 比如说你地铁的 你是穿条裙的 或者是短裙的 有些大厦 比如说你知了 苹果那些 它是两层玻璃的楼梯 哇 在下面楼梯网上去 都会盯上的 是不是 就是你在IFC那里 都是一二三楼 备着玻璃 穿条裙 容易看到 是不是 通常我立刻转变 我怕洗眼 你知道我不知道 会不会看到一些 就是Hairy Crab 是不是 是不是 有些 就是 你说 会不会 我告诉你一样东西 有八卦的东西 给你听 我是听回来的 那人我不懂的 曾经有一对情侣 她去一间 就是带上女朋友 去一间高级的餐厅 在中环 那两个人坐下 突然之间 哇 那个女孩就非常痕痒 为什么呢 嘖 嘖 为什么呢 因为她叫女朋友 就脱了一条底底出来 但是她里面就塞了一个震弹 哈哈哈哈 塞了一个震弹 在公开场合那里 穿了一条裙子 然后她自己的脑子 就是她坐在对面 但是那男孩就坐在对面 但是那女孩就没有穿底底 在那间餐厅里 她是带着的 然后她就 按摩扣在她的手上 她一按的时候 那女孩就好像 打烂打个尿震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变态 其实呢 不知道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她两个 如果她没有公开的话 我不理她 但是 但是有些这样的东西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电影 我学回来的 但是我是这样听 我笑了 趴在那里 哈哈哈哈 好了 Luca你笑得这么开心 是不是你都试过这样 对你的女朋友 如果是的 在这里说 人少少 现在不是这么多人 夜一点也不敢包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自己可以 如果你家里有震弹 你现在可以试试 会不会打你的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谁家里有震弹 哈哈哈哈 快点 啊 重拾招工 哈哈哈哈 现在不敢打字 怕我读你的名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阿Winnie Krog 阿Winnie Krog 阿Winnie Krog 是不是举起手指 是不是你家里有震弹 哈哈哈哈 这个阿欧阳 多谢你打赏 是啊 是啊 我相信你当中 你们都是有 家里有这些东西的 阿Luca 你喜欢下一站 先回家 是吧 OK 我现在建议你 你可以试一下 不过你确定 那条底褲不是鬆 稍后一直动 一旦一旦一旦荆 出来 然后呢 小姐 你一旦叉笑 哈哈哈 另外一件事 它就说 防偷拍 它说 衣着不能够无法毫 以免成为一个目标 啊 OK 穿短裙最好安全的平脚褲,穿低胸衣時就戴雨貼或透明的肩膀帶 我又想起我以前的同學一起游泳的時候,在水上跳上跳下 穿短裙,穿短裙,穿短裙,穿短裙掉出來就滾球 在公眾地方滾球,沒什麼還沒發育,好一點 露出兩個錢包蛋,沒什麼胃口 第三個,為什麼防偷拍呢?發現被偷拍馬上報警 拉著不要走,或者叫救命 第四就是避免在交通工具上睏眼睡 穿短裙上下車的時候,乘坐電梯的時候有意識去遮遮掩掩 好了,這個就講到這裡,下一單新聞就講解構孝心榮 好嗎?